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 再到試多次調20天二龍平均線 當然去到近26,000關口位置 亦受阻 因為始終大市整體氣氛 都未說完全是轉趨樂觀 尤其是科子類的股份 因為始終科子由上次低位 其實都反彈了15% 去到這水平 投放意欲都會因此降低 雖然近期內地方面的一些監管壓力 其實就再沒有一個大幅增加 所以令到市場氣氛 若果在下星期 若果仍未說有相關一些行業監管的消息 其實也有利港股逐步向上一個收復 但其實那個收復空間暫時未必會太大 預計支持位置 恒指方面大概在25,000關口位置 而上面初步阻力位 其實維持20天線水平 現在是20天線 都接近在26,000之前 25,950點附近 要等待在外圍的一些因素 開始轉趨樂觀 當然 現時大家在看 像美國方面聯儲局 什麼時候會正式收水的時間表 或者當然阿富汗方面的一個電源政治因素 其實短期都會影響了大家的投資氣氛 但是港股其實這陣子 而且是一個被北水的影響度 其實都是明顯比較上是影響指數的一個上落 其實都是一個主體的一個重點的一個投放的一個影響 成交量 其實北水都維持了兩成多以上 所以往往北水流向 對港股都有很明顯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想現階段 除了看外局勢之外 都要看北水方面的一個流向 除非北水持續大量流入 其實可能港股才有機會 突破到26,000點這個位置 目標暫時都是挑戰到26,800 但要等到北水一個比較大的成交配合 可能港股才有機會突破 而股份上當然在近期來說也是業績公佈之臨近尾聲 很多藍籌股份出現業績 反而未必走勢好像業績那麼理想有一個好的反彈 我想現時來說都是大家上手問題 所以反而一些資源類股份 新能源或者汽車類的股份 其實繼續都會跑回大市 另外就有些三下政策的受惠股份 大家都可以挑選一下 各位